第35集 人震得昏死过去 滚滚音波 让人耳骨生疼 那个东西被巨大的铁链绑扶着 带着枷锁 但却舞动天地 铁锁横空 它凶为盖世 像是在积聚力量 发出一声淒厉的嘶吼后 猛的重新俯冲进深渊中 响荡一声 青铜巨观 被轰杂的声响再次响起 你们说 它是不是想打开那口关中关 应该是这样 毕竟那口大怪已经敞开 它没有必要 无故砸碎 众人心中既惊又惧 直到后半夜深渊中 才平静下来 不再有声响传出 众人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 太阳已经升起很高 众人才相继的行转过来 在一条溪水旁 一番洗漱 采摘了一些野果食用 而后继续上路 足足走了两三个小时 众人也没有在路上停歇 他们迫切想离开这里 这荒谷禁地实在是让人难安 必须在黑夜来临前走出这片区域 中午 火拉拉的太阳当空悬挂 还好有林木遮音 当攀上一座高山时 有人听到远处的售吼声 快了 我们在天黑前 应该可以走出这片近地 哎 你们看 远处那座高山上 是不是有些建筑物 王子文突然手指前方 那是一座非常高大的山体 与这里的距离还很遥远 隔着数座山峰 不过那些小山无法挡住它 真的 真的是建筑物 似乎连绵成片 众人多时露出惊喜之色 天黑前肯定可以赶到那里 哎 似乎还有仙河在那里飞舞 该不会是一处仙地吧 难道那里有仙人 有些人思维很发散 瞬间联想到传说中的仙人 众人不禁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在路上时 三个一群两个一伙 很多人都已经在轻声议论 进入有人烟的地带后 想要分开去游历 这时 叶凡注意到柳依依有些委屈与不高兴 依依 你怎么了 依依有点委屈 还有点生气 王燕 把我的念珠拿过去看 不给我了 是他 肯定又是刘云志支持的 庞博当时就火了 王燕就是跟刘云志身边的那个女同学 一直针对叶凡与庞博 叶凡文言没有多说什么 大步向前走去 拦住刘云志 还有王燕 以及李长青 拿来 你在说什么 李长青毫不示弱的问道 少废话 把念珠拿来 叶凡不是没有脾气 只是一直在克制而已 一旦发怒 那是非常可怕 王燕解释 啊 你是说这个事啊 我只是把玩一下而已嘛 后来觉得很喜欢 就用我的同龄 与依依依交换了过来 叶凡回头看向柳依依 这时 其他人也都驻足 回头望了过来 我 我没有和他交换 是他拿走念珠之后 江同龄 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柳依依非常委屈 在众人注视下 显得有些不安 楚楚可怜 依依 你可不能这样说 明明是你自己 愿意交换的 王燕这样说道 拿来 我不想多说废话 在这一刻 叶凡在刘云志 王燕 李长青三人身上 扫了几眼 我现在已经没有耐心 眼看就要脱险了 你们 不要自悟 李长青向前走了几步 他露出一丝玩味的笑意 这日柳依依依王燕间的事情 人家愿意交换就交换 叶凡 你未免管的太多了吧 啪的一声 叶凡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用力挥动右手 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响声惊呆了所有人 李长青像个稻草人一般 斜躺着飞出去两米多远 可想而知 这几巴掌的力量有多么巨大 他摔倒在地 半边脸当时就肿胀了起来 嘴角向外一斜 头脑一阵发懵 过了一会儿 才愤怒无比的叫道 你 只是叶凡看都不看他一眼 发自内心的蔑视 就是无视 完全将他当成空气了 当他不存在 拿来 叶凡还只是两个字 平静的注视着 刘云志与王燕 李长青挣扎着战旗 愤怒到极点 快速的冲了过来 就要撕扯叶凡的衣领 只是 很不幸的是 他还没有摸到 衣角的边缘 叶凡就反手一巴掌 抽在他另一边脸上 啪的一声 依然完全无视他 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像是大苍蝇一般 将他拍飞了出去 同样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力量齐大 李长青躺着飞出去 撞在一株大树上 他是彻底懵了 拿来 叶凡依然紧紧 吐出这两个字 平静的看着王燕 还有刘云志 这一次王燕 彻底被震住了 目光躲躲闪闪 不敢正视叶凡 望向一旁 顾左右而言他 我 我没有说不给他呀 我这不一直在和他商量吗 可惜 他的底气实在不足 说到后来便止住了话语 既然叶亿反悔了 我还给他还不行吗 说着 他将手腕上 那串晶莹的念珠取一下 就要递给叶凡 但这时 一直没有开口的 刘云志说话了 叶凡 你未免太霸道了 你将李成青 当成什么了 直到这时 李成青才终于缓过来 当场大吵大叫 就要再次冲过来 庞博在旁边 不屑地撇了撇嘴 自取其辱 不屑 接着 冲过去试试看 听到这些话 李成青顿时胆气 在不远处吵嚷着 但就是不敢再迈进一步 刘云志问叶凡 你为什么这样对李成青 李成青的愤怒地叫着 你凭什么打我 我有必要跟一只苍蝇 解释与理论吗 直接拍飞就是了 叶凡这些话 是对刘云志说的 依然没有看李成青一眼 你在说什么 此刻 李成青是脸颊肿胀 忽青忽白 气得差点 透出一口血来 他已经看出 叶凡对刘云志 都是蔑视的 对他更是不屑一顾 懒得同他计较于说话 实在是太伤他自尊了 叶凡右手向前伸去 王燕急忙将念珠 放在他手上 不敢与他对视 向后退了几步